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,我们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照明工具。 例如,在这张照片里面,大家又可以找到多少种不同的照明工具呢? 若然我们粗略地分类,应该可以找到六种不同的照明工具。 或者简单来说,就是有六种灯。 白刺灯是组用电的照明工具。 它是利用电流经过电线,会令电线发热的原理。 当电流经过一段电阻很高的乌丝,就会令乌丝发热。 当物件越来越热的时候,物件就会开始发出红光。 再热一点,发出来的光就会越来越白。 这里有三个图,分别是一个理想黑体在3500,5500和7000开始度底下的光谱。 可以看到,当温度上升,发射光谱的波峰就会向短波长方向移动。 白刺灯的乌丝一般都是低于3000度,因为温度再高,就会令乌丝融化。 由这幅图可以见到,白刺灯所用的大部分能量都会被转换成红外线。 只有小部分用在可见光上面。 由此可见,白刺灯所用的大部分能量其实都会浪费了,成为热能。 另外,乌丝在这么高的温度下,会很容易跟其他元素产生化学反应, 所以灯泡里面会注入多性气体,通常是亚气, 希望乌丝不会这么容易有化学作用。 但时间一长,乌丝始终都会揮发,而灯泡就会越来越暗。 相对于其他发光装置,白刺灯的寿命比较短, 但它的价格是最低的。 另一种同样原理发光的,是老污灯。 老污灯利用老素和污的化学反应, 将蒸发组的污带回污丝到,从而加强污丝的寿命。 对比老污灯和白刺灯, 老污灯可以有较高的功率,较小的体积和较长的寿命。 接着我们会介绍气体放电灯。 气体放电灯有两种,分别是荧光灯和高强度放电灯。 荧光灯和高强度放电灯的主要分别, 是高强度放电灯所用的气体气压比较高, 而且会在一条比较小的管里面进行放电。 两种灯的原理差不多。 首先我们看一下平日最常见到的荧光灯。 荧光灯里面装着的是水银的蒸气。 电灯里面的高压电极会放出电子, 撞击在管里面的气体。 气体就会将电子的能量转换成紫外线。 当这些紫外线照射到气体放电灯的灯壁上面的荧光剂, 就会被转化成可见光。 荧光灯只是我们平时叫的省电弹或者光管。 发光效量相对于白刺灯比较高, 所以现时很多地方都用着荧光灯来取代白刺灯, 在室内照明。 这个是它的发射光谱。 可以见到省电弹发出来的光集中在某几只颜色上面, 代表着荧光灯发出的并不是好像白刺灯那样的连续光谱。 图中就是我们平时叫的省电弹。 而这个比较长型的就是光管, 两款都是荧光灯。 荧光灯虽然效率高, 但是它会用到水银和荧光剂, 所以弃制的时候不可以把它就这样送去堆填区, 意外打烂的时候也要小心清理, 以免吸入水银。 接着我们来介绍一下纳灯, 纳灯普遍都是发出偏黄的灯光, 它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用泥造街灯, 因为纳灯的效能很高, 发光效率最高可以去到200流明每瓦特。 纳灯里面装着的是纳的蒸气, 而纳的发射光谱就是集中在黄色, 所以街灯颜色就会偏黄。 另外一种气体放电灯, 即是金属老化物灯, 它可以发出高强度的白光, 同时发光效能又高, 从图中可以看到, 虽然金属老化物灯可以放出白光, 但是它的光谱并不是连续的。 金属老化物灯广泛用在户外照明, 例如户外广告板, 又或者球场的照明。 最后一款气体放电灯是霓虹灯, 灯里面装着的是不同的堕性气体, 不同气体又可以放出不同的光。 这里有一幅奶气灯的发射光谱, 大家可以看到它发出来的光, 集中在红色到黄色这个范围。 不过霓虹灯现在的主要用途并不是照明, 而是用在广告招牌上面, 因为霓虹灯可以用不同的堕性气体, 产生很多不同鲜艳的颜色, 吸引涂人的目光。 介绍完各种不同的气体放电灯之后, 我们来看一下用途极广泛的发光耳极管。 发光耳极管就是我们平时叫的LED, 其实是一种半导体发光装置。 LED发光是因为电子和电穴在半导体里面结合, 释放出能量,即是光。 因为不同的半导体会有不同的能级, 透过控制不同的半导体组合, 就可以产生不同波长的光。 发光耳极管发出来的光的波长比较集中。 下面是一粒白色LED的发射光谱, 可以看到它发出来的光都是集中在蓝色、 蓝色、红色和绿色那里。 这里有一排黄色的LED, 和它的发射光谱。 而这一粒呢, 就是一粒红色的LED。 现在的发光耳极管除了发光效能提升了之外, 光度也都提升了很多。 也由于LED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颜色, 所以发光耳极管用途十分广泛, 不止以往的指示灯作用。 由图中看到的交通灯、电筒、 汽车的指挥灯, 甚至一些高功率的发光装置, 都会看到发光耳极管的中影。 。